Zither Harp 引着风把力全开 一路就全被意外 当带着你的呼唤 修处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是英雄的乞丐 小八成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坐好符吻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巢穴仙风 Hey Go Go Boss 不论什么时候发起警报 小八哥德马上赶到 巢穴仙风与你肩并肩 解决问题守护你的笑 计划就在心中再多陷阻也不怕累 小八成 我名字叫哥德 每一刻 车门就是为你开车 Yeah 坐好符吻马上出发 打开你的脑洞 就是巢穴仙风 温暖的雪 哇 雪都被染上了阳光的颜色 真是太好看了 那是因为雪里面的小冰晶 反映了太阳光中的黄光和红光 所以我们看见的雪就是金黄色的 像是被太阳染了色一样了 雪里面的小冰晶 对呀 雪花都是由小冰晶形成的 这些冰晶都是六角形的 包括细细长长的柱巾 还有薄薄的片巾 世界上的雪花 至少有两万多种不同的形状 十分魅力 所以我们看见的雪花 大多都是六角形的啦 以后上山 可记得一定得多穿两件衣裳啊 这里的海拔那么高 会很冷的 海拔高和温度就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 因为山再高 也还是位于大气最下层的对流层中 对流层中的热量 主要并不是来自太阳光 而是地面对空气的加热 山越高 离地面越远 所以也就越冷了 还有一个原因 是山顶的风比较大 空气的流动会带走大量的热量 这样山顶气温就会比下面的气温 要低了 这叫风寒笑意 没事 我停锻炼 身体棒 没那么容易生病的 哇 能看到这么美的日出 冷一点又在什么 拍了这么多的雪花 那孩子看了肯定很高兴 那孩子 曼妮莎 你在说谁呢 只是我的一个网友了 她很喜欢雪吗 嗯 她叫安安 她很喜欢雪 准确地说是喜欢这些飘扬的雪花 她患了一种罕见病 要终身服药治疗 只能一直在医院休养 但是安安的家乡在南方 平时是不下雪的 安安也从来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雪花 哦 这太让这难过了 是啊 她还和我说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亲眼看一次雪花 并且痛痛快快打一场雪仗 看 这就是她发给我的画 画得真好 我们应该帮助她 至少让她可以看见真真正正的雪花 和我们打一场雪仗 嗯 对 原来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 嗯 我想帮她实现这个心愿 带她看看真正的雪 哦 刚才我就想问了 为什么她那里会不下雪呢 应该是安安所住的地方靠近热带 气温较高 所以冷空气到不了那里 所以空气中的水蒸气就没办法达到 让它凝滑成雪的环境温度 就没办法形成雪了 啊 热得连雪花都形成不了了吗 哎 雪花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形成的 雪花的形成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都很高 如果要形成常见的六变形雪花 通常要到零下十五摄氏度才可以形成 嗯 安安连雪花都看不到啊 她从来没有堆过雪人 没有打过雪仗 也从来没有在雪地上画过画 而且她现在还在和病魔抗争着 嗯 伙伴们 哎 怎么把安安带来明日早 让她能尽情地玩雪 玩GoGo 太好了 有了超学先锋的帮助 安安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让我先确定一下安安的缺切峰会 在这里 太好了 超学先锋 出动 各就各位 脑洞大开 超学能量球集合 涟 icky 教育 代表科学 technology代表技术 engineering代表工程 F代表硬术 Mathomatic代表数学 Atletic代表运动 这一剑组成了 MF维修 飞行装置 加装完成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天哪 这不是做梦吧 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嗨 这点小问题 怎么可能难得倒 我这个天才 都伙伴们嘛 这边这位甜甜姐姐 她可是网络高手 就是她根据大数据分析 找到你的定位的 安安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要帮助你 带你去看一次真正的雪花的 真的吗 是像这样的雪花吗 对 不止这些 还有更多其他 奇形怪状的雪花 而且 我们还可以打雪仗 对雪人 做好多好多好玩的事情 但是我还生着病 医生说我要一直在医院疗养才行 我们去一天就回来了 很快的 不是 安安不可以去明日岛了 为什么 我刚才问过医生 安安现在的身体情况很虚弱 是没有办法支持她进行长途旅行的 这里离明日岛还是太远了 安安不可以 那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把明日岛的雪 产因先过来 安安去不了那边 我们可以把雪运过来呀 好了小静 这不实际 那 那我们过来是 等等 说不定可以 如果没有雪 那我们造一场雪不就行了 你是说 造雪机 你们想啊 雪花是大气中的水蒸气 遇到冷空气凝滑而成的 只要满足水气凝滑结晶的条件 嗨 反正我知道 只要造一台造雪机 就没有我喷不出来的雪花 理论上是对的 塞拉斯 行舍于言 这是你一直告诉我们的 好吧 那我们就试试看 哥德 我需要你变成修理车 和我一起做造雪机 没问题 超学能量 哥德变身 工程修理车 哥德 天哪 超学先锋好厉害呀 你们什么都会做吗 哈哈哈哈 不不不啊 我们不是什么都会做 我们只是什么都愿意去尝试 真棒 很快 安安也要尝试到第一次见到雪的感觉啦 造雪机 完成啦 火鸡们 准备好了吗 太好了 好久没洗车啦 我们是要下雪 不是要下雨啦 对呀 我们是要下雪 不是要下雨 艾迪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它的结构明明没问题啊 艾迪 你没有装制冷装制吗 制冷 造雪机 一般不是都要先对水进行冷却 让它们变成冰以后 再进行打散喷出来的吗 呀 我忘记了 这里的温度是零上了 明日到的冬天 是能够达到造雪温度的 所以 以前造雪 我就没装冷却装置 但是现在这里气温远高于零度 水没办法结成雪 所以这个造雪机 只是利用高压把水打散成粒子状喷出来 然后再依靠环境的低温 将它们冻结成为雪花 结起本身是没有任何冰冻作用的 哎 艾迪做的这是最老实的造雪机啊 我们在明日到冬天的气温都是在零度以下 喷出来的水花自动结成了雪花 所以我没有在意 不过就算真的结成了雪花 在这里也一定很快就会融化的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大家别这么失落嘛 今天你们来看我还给我带礼物 我已经非常高兴了 你看阿里给我画的山峰顶上也还有雪呢 对呀 山峰 是山峰 小金 你还记得吗 为什么高山的山顶会比山脚的温度低 是因为海拔越高气温越低 对流层的热量主要不是来自太阳 而是来自地面的加热 而且山顶风速较大 空气稀薄 大气保温较差 不容易储存热量 山顶的海拔太高 不容易吸收地表温度 所以海拔每升高一千米 温度就会降低六摄氏度 对呀 还有这种方法 如果我们找到足够高的山峰的话 那山顶温度就会是零度以下 那里就会有雪了 这里附近的山区温度是九摄氏度 我也有发现 在西北方向约十一公里处 有一座海拔四千米的山峰 那上面说不定会有雪 等等 海拔每升高一千米 气温就会下降六摄氏度的话 那就是下降二十四摄氏度 九减去二十四的话 是零下十五摄氏度 真的吗 那是不是就可以看见完整的雪花了 那当然 数字从来不会说谎 那我们还等什么 等一下 我们得通知一下 安安的主治医生才行 我还需要哥德变成运输车 我要把这个大家伙也给带去 在山顶上 这个造雪机就能派得上用场了 医生说 安安只要不远离医院 以哥德的速度五分钟就能到达 三十外出一会儿是可以的 太好了 让我变成运输车吧 耶 伙伴们 我们到了 哇 这简直是白色的世界呀 太美了 零下十五摄氏度 果然是适合完美雪花的温度呀 伙伴们 更多更多的雪花要来咯 来 快按赞 哑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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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力圈开 一路就却被意外 等待着你的呼唤 修出百变的心态 让我们牵手 寻找未知的精彩 为了这个家园战士 英雄的乞丐 小巴塞 啊 我终于见到雪了 看着 谢谢你们 超学先锋 我今天玩得很甘心 能帮你实现心愿 我们也感到很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